健保有關的新製度後各位開始是死 我跟是很煩惱說有一些油 會提出臺灣市場 今天也在你歡迎做報告 健保室是公調說 這次有關的條件最小 應該影響不大 另外 將對要出銷便宜的掛好費的最寒 衛生後日報的部長 四歲完是公調說 臺灣的便宜是這麼競爭 如果收費不合理 地方的衛生局也能處理 維護部長在說 出銷醫療機構 受過後費最寒 因為民眾煩惱過後費 沒有寒期 維護部長四十萬 設施在立法院表示 過後費是行政費 沒有涉及 醫療法規範 不過如果有疑索 用冰保或是聯合機械 電風衛生局委員可以解決 看看是不是有聯合行為 如果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舉報 給這一個公平會進入去做調查 四十萬經費 臺灣疑索競爭 經濟的 腳不會會亂起 掛護費 若四歲撤去 建博新藥界就要上路 這次有四千多行藥 就要讓他拿到 老油就這麼高 涉及 多數都是萬聖筆有 越來越煩惱 出生可能是因為 不夠成分刷了停散 但作成競爭危機 英雄民眾擁有 賣憂十五年來降了十千萬兩存的藥價 萬物皆掌 唯有藥品改點 未來半年到一年 部分藥廠 退出臺灣市場或者是不生產 我們怎麼確保我們慢性病患的 這個用藥的穩定性 到目前為止提出不敷成本的 有五項的藥而已 那我們這五項就會暫時 不會調整它的這個藥價 建博書表示 這次有價調整是 六年來後倒比較少 只有五十五億 影響證明 也比翁年少 如果中間政府不夠成本 可以拿成本分析資料中心寄價 有價調整規制的當時 建博有價錢收入信用寄付 記者 中華報道